妮妮 邏輯問題 仔細聽喔 小明的媽媽 生了三個小孩 老大叫大美 老二叫二美 請問老三叫什麼 三美 喔不是 她的媽媽是什麼 她的媽媽是什麼 小明的媽媽 小明啊 小明啊 妳怎麼知道 小明的媽媽有三個小孩 老大叫大美 老二叫二美 那老三叫什麼 老三叫小明 為什麼 小明媽媽 一樣的名字啊 很厲害 邏輯很不錯耶 你是邏輯王嗎 那你是 我知道了 你是羅百姬 我要調整 再來一個更難的 跑步比賽你知道嗎 跑步比賽如果你跑過 如果你跑超過第二名 那你會是 第幾名 第二名啊 那我再問你 那如果跑步比賽超過最後一名 你是第幾名 第二名啊 超過最後一名 妳妳 妳大概懂數學嗎 不懂 不懂 我怎麼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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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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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0 20 20 21 22 22 21 21 25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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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4歲說他是我1萬年2歲 表示他小我2歲 那我6歲6減2是不是 4 是不是太難了 問別的 英明 爸爸問你一個問題 好 站著的蘋果 跟躺著的蘋果 哪一個 比較甜 恩~~~ 啊 應該是躺著 為什麼 因為牠可以休息啊 可以休息 那為什麼站著不會停 因為站著牠會痠啊 因為站著牠會痠啊 你怎麼知道 你有聽過是不是 沒有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只是想應該牠會痠 因為牠也寄生不過牠 你很厲害耶 這種笑話你怎麼也可以理解啊 這是一個笑話耶 我是科學家 那我是什麼 看學面 我學面 我看電視